為了在黃金時間內搶救可能的生還者 大批救難人員在激動盒飯搜救 希望能有好消息 但就在大家屏息期待奇蹟出現的時刻 卻還有人把災難當有趣 混在大批救災人員和媒體中間看熱鬧 不顧眾人的眼光 大打打的拿起手中的iPad就是一陣猛拍 接下來這一幕更讓人直搖頭 三名女子不但將事故現場當成觀光地 還請朋友用手機拍照紀念 最右邊的女子還比出一夜的手勢 完全沒有同理心 讓人大呼不可思議 不但有網友透霸他們完全狀況外 沒辦法幫忙還去現場妨礙救援 叫他們去旁邊罰站 甚至仰言要肉搜他們 有人到現場看熱鬧 但也有熱心的民眾 到失事地點提供免費的熱食熱飲 讓現場充滿溫暖 這邊用免費的熱食可以取用 熱心攤商從桃園林口北上送愛心 把餐車拉到救災現場提供熱食 為了辛苦的救難弟兄 提供一些食物 像我們提供沙薇麻熱紅茶包子 就是幫大家都辛苦 這麼晚又冷 想說幫這些警察跟那個義消 記者他們比較辛苦 所以就想說過來幫忙 沙薇麻熱包子還有蔥抓餅 就算免費提供 但攤商該給的大片肉塊 麵包內餡 每道手續都沒有少 這些攤商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也讓大家再次看見 臺灣人滿滿的愛心 記者綜合報導